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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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亚塔吉克斯坦的米露 现在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读比较政治专业的博士 谢谢 谢谢米露带来的精彩表演 我们也感谢米露做客中华吉普 其实中国这个变脸还是非常讲究的 其实很少传给外人 甚至传给外国朋友 那您是怎么最初想到要学习变脸的呢 我是06年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 当时语言大学我忘了到具体是什么活动 有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穿聚变脸》 那个场面非常热闹 掌声非常热烈 我当时就在想 因为掌声这么热烈 如果我学会了 我肯定会到处交新朋友 我就决定了 我一定要学会这个《穿聚变脸》 但是过了四五年之后 我才有了师傅 就开始学习《穿聚变脸》 那你因为他教到你想要教的那些朋友了 确实增加了社交吗 确实 因为我在我们国家表演变脸 很多人就看到我了 包括我们国家的工资学院举办了汉语球比赛 因为他们的邀请 我就看到了我的爱人 他也参赛 他是参赛选手 我是嘉宾 或许因为我对中国文化的一定的了解 同时有神秘感 有魅力的穿聚变脸 那我媳妇可能对我当时有产生好感 明白了 这个汉语球也给你俩搭起了一方雀桥 因为两个人共同喜欢汉语 喜欢中国文化 走在了一起 今天录像你没把太太带来 带来了 你来隆重地邀请一下 戴力娜 戴力娜 五个多月 太好 看到这样非常幸福 而且养眼的一家人 我们觉得心里好开心 戴力娜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刚才你先生说是因为 她对中国文化的讲解 还有穿聚的表演 变脸的表演 你就看上她了 是这样吗 是 我觉得一开始就觉得 这个男人中文太好了 然后我就 因为自己也学中文嘛 然后就觉得 以后可能还是要跟一个 会说中文的男人在一起 所以觉得这个男人 比较有意思吧 就开始跟他谈恋爱了 对吗 对 就慢慢聊天 了解他 就觉得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 人好 所以就两个人组成了 幸福的家庭 在中国生活 你的感受怎么样呢 中国菜你吃得惯吗 就很爱吃中国菜 有时候像吃中国菜 我们就发那个视频 然后看他们怎么做 我们就开始做 然后就这样自己也学会了 那毕竟是在异国他乡 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没有吧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了 那未来会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毕业之后 我打算回国 因为我们国家需要我们这些 在海外学习的青年人 所以我还是希望回国 给我的国家和中国之间 做一些事情 可能以后我希望会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到中国来看一看 学习中国的这个文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 跟中国有这个非常好的交往 跟中国一样发展得好 让更多的人认识我的国家 其实听这个米露的这个愿景 我心里还蛮感动的 因为有些事情做总要有使者 我希望你能够作为中国文化和 这个塔吉克斯坦的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使者 就像你说的 让更多的那里的人知道 这是怎样一方国度 有怎样可爱的朋友们 也希望这种沟通工作 你能够继续下去 两边都是你的家 两边的朋友都会欢迎你 今天在中华琴将要以歌传情 你们会选择什么歌曲 我们选择国家 国家 想表达什么情感呢 中国这个国家很大 表面上很大 其实这个国家很小 为什么说小呢 五十多个民族住在一起 发展得这么好 这么和谐的一个国家 在我看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家庭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欢迎你们也成为我们的家人 谢谢 我们有请余璐登上心动舞台 混连 Raad Jiuoko 一选择中国 已选择中国 已宛丁成家 多说国很大 其失一个家 一心转盲国 一手承其家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 在天地的家 有了强的国 才有福的家 国的家住在心里 家的国以后住你 国是荣誉的泥泥 家是幸福的洋溢 国的每一村土地 家的每一个足迹 共与家连在一起 创造地球的奇迹 国是我的国 家是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 我爱我的家 国是我的国 家是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 我爱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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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收获了93%的心动指数 祝你们在中国生活的愉快 谢谢 谢谢你们喜爱这里 谢谢你们来到中华庭 再见 让我们请出下一位传情人 我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 是老婆做的 不管是多么好吃 多么拿手 多么难吃 多么不拿手 你多么不爱吃 你都得说好吃 因为你有一回说它不好吃 下回它不给你做了 我认为最温馨的港湾是家 最恐怖的也是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有体会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喝两口 我媳妇就反对我喝酒 经常跟我说你少喝 都这么大岁数保重身体 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好朋友 那一会儿大家一掺和 准得喝多 一喝多回家就挨说 挨骂 你这么大人咱脸皮薄不是吗 那天又多喝了点 我怕回家 他看出来 又说我干脆 正好他也睡了 我敲不敲的 我到客厅 沙发上 拿了床被子 我忍了吧 第二天一早 我媳妇醒了 昨天晚上喝多了吧 没有啊 你看我这哪喝多了 我是看你来家晚了 你都睡了 我怕影响你睡眠 所以我在这睡 撒谎 你不喝多 你穿着鞋就睡了 你看没注意 又过了两天 又喝多了 回家怕人看出来 怎么办 这回可记住 把鞋脱了睡觉 脱了鞋 沙发里忍了 第二天一早 媳妇起来 一看 又在这睡了 昨天晚上回来晚了 我怕影响你睡觉 早餐我做好了 起来吃着早餐 赶紧该忙什么忙什么 我走了上班了 心里怎么样 没看出来 心里正美 没两分钟 我媳妇从楼下上来了 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多了 没有啊 撒谎 没喝多 你那鞋怎么拖到咱大门口了 大家好 我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 陈寒北 谢谢大家 欢迎 欢迎陈寒把老师做客中华请 这边请 陈老师一开始带给我们的这一段 咱是作品 还是说自己生活里那点真事呢 就是生活里的作品呗 那就肯定有生活来源咯 对 那你这自己家庭生活过得咋样啊 挺好的 那你媳妇也是像段子里说的那么聪明 又那么漂亮 你记住 中国有一句话 好汉无好妻 赖汉取花枝 那您这属于 你看我长得不行吧 不及格吧 但是咱媳妇挺漂亮 是不是有点吹牛啊 来 我们有请陈寒白老师的夫人登场 这么多观众咱们近距离的啊 看看 这嫂子怎么保养得这么好啊 这是我在家当宠物那么养着 又吹 那你叫他说 叫他说 怎么跟宠物是养的 家里活都是我干 他只要在家里基本上活都是他干 都是他干 我不在家他也没干多少 别干 谁做饭 在家里就是汉白做 要是不在呢 我不在家 饭也是我做 不在家的时候 做好了 如果走几天呢 对 就把饭都做好了 我都给他分成盒都弄好了 都写上日子 今儿是这个明天什么 结婚多少年了这是啊 哎呀 刀宠物 40年了吧 40年了 36年 36年 在一起认识 刀宠物 在就是40年了 那结婚36年了 还能连鸡蛋都给自己媳妇煮好了 还包皮呢 你怎么不说呀 太夸张了吧 干嘛 你叫他说 他拍着亮星说 来 媳妇 确实是 确实的 哎哟 对我对孩子都是了 你说哥在家里 哎哟 哥呀 多幸福啊 我觉得您打心眼里肯定是幸福的 要不然不能心甘情愿做这么多年 对 对 对 说心里话 我这是完完全全心甘情愿 是什么让您这么心甘情愿 第一 他对我那种坚真的爱 曾经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他家里人不同意 他母亲 从他长到20多岁 没动过他一手指头 就因为他找了我 他母亲曾经打过他 第一为我 第二 这个人的心是很善良的 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啊 我母亲 他进家门 大概进家 我母亲那时候就有病吧 半年 我母亲就突然心脏病去世了 家里当时有一个93岁的姥姥 尤其是他跟我姥姥相处 那太难了 我妈要是在的时候 有我妈那时候压着还能好点 我妈不在了 我姥姥完全在家里是太上皇 谁都不敢惹她 尤其我不敢惹她 因为我从小我爸妈都是部队的 我呢就是没吃过我妈妈的奶 全是我姥姥 用牛奶呀养奶呀 给我喂我 你看给我养得这么壮这么大 是 所以我姥姥 我姥姥在家说话就太上皇 我亲眼看见了啊 两人走路 我姥姥走走 也不知道在哪弄了一个绣标 直琴带着走走 我咬打她一下 完了过来跟我告状 那媳妇打我 完了我怎么办 我这儿 怎么的我姥姥 想 哄着哄着哄着 我给你跪下要不 没办法 就这样一个人到后来 都能让她去洗脚了 还有我姥姥那会儿是 那叫什么呢 应该叫三寸金莲 裹的脚 老一点的朋友们 你们都能知道 那会儿老太太裹的脚 我都没见过什么样 全有布缠着 她不让你看 看都不让你看 别说让你动了 她不信任你是不会让你动 根本不让你看 对 她也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是 那是封建思想呗 对 不能 最后她 给她裹脚布给弄下来 给她洗那个脚 我看着她给我老儿洗脚 多少年的灰啊 同志们 她从来不洗脚 老太太 她不摘脚布啊 她不让动啊 我在旁边我看着 我就暗暗地发誓 这个女人 我 只要我有能力 我不能 让她跟着我吃苦 受累 凡是我能干的 我都干 这个人生就是以心换心啊 我也很想知道 嫂子当年其实也会委屈 对不对 也有付出 怎么就能忍下来 就能对老人 那么好的去服侍呢 那我还是 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 我觉得 我既然喜欢了 韩白 那么家里头 所有的人 都是我自己的亲人一样 所以说 我就很简单就那么做 我觉得 都能去做吧 那我觉得韩白老师 一定有一些品格 让您觉得 这辈子要对这个人好 要跟这个人坚持的在一起 会是什么呢 她说我事无巨细啊 我真的 你去看看我的服装箱子 你问我们团出几演出 永远我的箱子是最整齐的 咱就这么说吧 我们两个人的 我们两个人衣服贵 我把上一格让给他 上一格 方便呢 对 我可以坐在地下 叠我的衣服 我那个永远 就跟刚买的似的 打开柜一看 上面那格 刚叫小偷翻过 所以家里更细致 更这个 我觉得就是细致吧 细致的人是您 大大咧咧的是妻子 他不大咧 你可别说 他什么都不干 他什么都会干 就是不干 不是不干 他关着我 他不是不干 是我宠着他 其实他什么都会干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去年十一月份 腿断了 现在你还能看 还肿着呢 你看 是的 你看脚弯呢 哎呦 哎呦 里面有个钢板 一块钢板 打了八颗钉子 还在里头呢 就今年的十一月份 得把它 拿出来 打开给拿出来 缝了九针 在医院里躺了 将近一个月 每天都是他做饭 都换着花样 每天的饭 每顿的饭 没有重样的 包括早餐 用我的话讲 我说 哎呀 这些年 我伺候你的那些 那些东西 你全给还回来了 我这是笑谈 实际上我很感动 其实最令人感动是什么 他不吃牛羊肉 我特别爱吃牛羊肉 在家里 我从来不动牛羊肉 我们家没有牛羊肉 从来不动 但是我腿坏了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天 他拿了一锅羊汤来 我说 这不咱家里锅吗 因为我家的锅 我太熟悉了 我家锅饭瓢 我太熟悉了 我管着他们呢 我说 这不咱家里锅吗 你怎么拿它打羊汤 我说打着羊汤 我怕他们做不好 我给你做的 完了我徒弟媳妇 开车拉着她 我说师父 你可不知道 我师娘啊 好几天前就说 就跟我说 说你师父爱喝羊汤 在家平常烙不着喝 你看她病了 她躺着 她也烦哪 我得好好伺候她 我说我给做吧 你教我怎么做羊汤 她不会做羊汤 所以我徒弟媳妇 说她就寄 拿本寄 还有 我都没拿 拿本寄 回去做 做给我 做给我喝 就 你说就这点事 我对她这样 大家说应该不应该啊 对 对 人家对这个家有贡献 人家对这个家人 不管是老的小的都好啊 所以这夫妻相处之道 我们说什么是相处之道 可能就是相互的一种付出吧 对 没有什么单方面的 谁对谁好 所以我想请嫂子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在今天这个场合 想对自己丈夫说的话 我还是希望 永远把最好的作品 献给观众 对待家庭 还是对待朋友 对待周边人 依然那么的一种热情的心态 幽默会谢 好吧 遵旨 那您跟嫂子想说点啥呀 这么多年了 媳妇 什么叫情话呀 什么叫心理话呀 那都 我觉得都不重要了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媳妇 咱都这么大岁数了 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想玩点什么就玩点什么 你可以说是善良了一辈子 也操劳了一生 该享福的时候 享福 老公依然的 永远的 还是那么疼你 对老公的要求 老公知道 老公以后保证啊 少跟你这个做拧着的事 好吧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吧 我就仔细 好软 夫妻情一场 都是千年修来的缘分 对 今天在中华情要以歌传情啊 陈老师想用什么歌曲 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俩 咱俩唱个牵手吧 这是我俩经常喜欢的一首歌 牵手 永远牵着手 一直往前走 那就牵着手一块登上心动舞台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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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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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为他们点亮您的心动之灯 在身后的大屏幕 二位将看到 今天你们收获的心动指数 95% 我们祝福 祝福陈汉白老师和自己的太太丁小玲 永远幸福 也感谢你们来到真话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有请下一位传情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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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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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美丽的乌兰土雅 做客中华 请 这边请 盛达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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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谢谢 刚才 图雅为我们开场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 我看了一下很多观众 包括我自己都在跟着晃 跟着唱 却是旋律朗朗上口的 包括歌词也好记忆 那是不是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全国 这首歌已经推出有七八年了 七八年 然后是现在大家觉得尤其近两年 广场舞盛行的时候这首歌 然后再次让老百姓能够 因为它的律动是中速的 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那种 跳舞的那种步伐 所以它就慢慢活起来了 很幸运吧 越来越能够让大家能够熟知 所知道 那我们幕后的团队的工作人员 付出了很多心血 无论是这首歌 还是你个人和你的音乐作品 都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 其实圈内人都知道 图雅是一个特别拼的歌手 最密集的时候吧 你演出会忙到什么程度 他们好像记了最忙的时候 反正都没有休息 一年都没有休息时间 没有休息 因为我的生活跟我的事业 是这种重叠的 那你自己就从身体的角度来讲 精神的角度来讲 能够承受吗 我这么多年 可能有快十年了吧 就去年的时候 得了一次感冒 有两三天的时候 可能就是演唱的时候 可能有些问题 其他的时候 我都是 还都可以能够 非常精神饱满地 在舞台上去呈现 我很想这样 就是身体的体质 可能是也跟民族有关系吧 对 但是你身边的团队的人 能陪得起吗 他们是来回倒着来 因为我换不了我嘛 所以这个助理 他有的时候家里有事 他就可以经纪人来 或者经纪人有事 那些的话 助理来盯着 他们两个会来回倒班的 但是私下来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把我的助理跟着我都十年了 然后我的经纪人也是九年了 连我的化妆师也都四五年的时间了 所以他们跟着我 其实是一路前行风雨同舟的 对 一路前行风雨同舟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图雅团队当中 她的经纪人 真的跟姐妹一样的雪若 我们把她请上来好不好 雪若跟着图雅 快十年了是吧 一块工作 对 九年了 九年了 九年了见证了很多风风雨雨 那我也知道 其实作为演员 各地演出有时候要赶时间 对 最长的一次两个人呢 就是外面的演出的出行 包括录像 大概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家 将近两个月 她跟着我的时候 雪若就孩子刚满月 对 雪若刚开始跟着我的时候 是从这个宣传转为经纪 所以我也是她的 第一个演员 她也是我的第一个经纪人 也是就是一直在合作到现在 所以她当时也会 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因为孩子那时候 还没有完全积奶吧 没有 没有 才刚满月嘛 刚满月嘛 然后她一般的这种情景 她都自己能克服 跟家人去 因为还有宝宝嘛 然后还得有人照顾我 她就会电话这个遥控 她自己的爱人什么的 所以她爱人也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你也挺放得下的 要是一巴妈妈早都舍不得了 或是想要说 算了 我别跟着你走南床 做一点别的工作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我跟图雅能够走在一起 走这么多年 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奋斗的目标 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我相信她一定能成为 就是中国最好的歌手 还有一个去年前年的时候 我的团队给我过生日 大家都很嗨啊 很嗨 我很爱心 然后她给我写了一个字条 写的让我都吹上泪下的 然后也说了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会一直跟着你 一直到最后 就让我特别的感动 九年了 我们还会再继续走下去 所以这个情谊 这份缘分让我非常的去珍惜 姐妹情这么多年 图雅有没有当面向雪若表达过谢意 可能太熟是不是都没有 对 太熟了 没有说正式的说我很感激啊 或者因为今天是在中华情是第一次 我说出了我自己内心 两件事 一个是在我事业就是 从原公司到另一个公司的转折期间 雪若有五年的情谊 依然坚信我 依然能够不离不弃 然后一直冲在前上 并且给我很大的信心 我特别感谢你 第二个 然后我去年的生日的时候 她那写的一句话 确实触动了我 因为她很少说那么肉麻的话 她说只要你在我一直会在 她可能认为我可能就没有看到 其实我看到了我触动了 但是我就是当别人很多 我就很开心的样子 以歌传情 我觉得这个以歌传情 就难不倒你了 那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给大家一个福利吧 19年春晚是很多人一起唱的 新年在中华情的舞台上 我自己一个人在唱 点赞新时代 让我们感受我们新时代 给大家这种美好和快乐 有请乌兰图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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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在未来歌唱的道路 上两个人能够一起继续前行 实现你们的音乐共享 感谢你们来到中华情 再一次感谢 谢谢 谢谢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传情人 大家好 我是方锦隆 方锦隆 我国著名国乐演奏家 精通多种乐器 其独有的边讲边演的方式 曾在网络上引起国乐热 深受网民的喜爱 更有人称之为白发网红 方老师 为我们一开始演奏的乐器 有八千多年了 刚才是八千八百年 还有更古老的 九千年的乐器 我们来听一听老祖宗的智慧 这个就是繁体字的 和平的和的一半 你看巫通的和的和 这边是一个道和的和 这一边一个人一横三个口 这个字念乐 所以这个乐是怎么产生的 我给大家来 特别是对海外的华人 我想让你们感受到老祖的智慧 这个就是一个吹火筒 你看我们撞木取火 那它就吹火 吹着就是发现火会迷眼睛 那我们怎么办 把它斜过来吹 这样吹 你看火在这边 吹着吹着吹 你看 就发现有声 有音高了 所以我们老祖宗很有智慧 就开始钻孔 来自九千年的声音 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什么 巧识如什么 黄 巧识如黄的黄就是这个黄 有了这个黄片的乐器 现在才能产生西方的口琴 首风琴 老祖宗就是它 所以这个黄 你看我们的黄片就是用竹子做的 这是原始的黄 慢慢地变成青铜的 就变成我们少数民族语叫口弦 也是黄片乐器 这个黄片乐器把它装到的竹子上 又变这种乐器了 少数民族叫巴乌 如果再拿一个葫芦捅进去 就叫葫芦丝 我们一听 马上带到云南 这也是黄变乐器 所以把它装在竹子里面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民族 它非常富有想象力 好了 最后拿这一根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它叫尺八 一尺八寸 它的长度 这是由我们大唐传到日本去 可是现在日本人把它保持下来了 我们现在很多是失传了 那现在很多又把它回流回来 中国人非常有智慧的 你看它就前面四个孔 后面一个孔 五个孔 所以中国人叫大道至简 你们听听 这是日本 中国的五声音间 好了 到了日本 他们变得日本的吊饰 特别我们看到一些武侠篇 只要出现那些剑客 它一定有这个声音 这是我们中华之声音 大家发现方老师为我们讲述这些乐器 让我们了解这些乐器的时候 都有一种办法 就是什么 有一种情境感 让我们一下子记住了这个乐器 它并不陌生 没错 本应不陌生 因为本来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民族乐器 而且我们近些年来还会看到 方老师有一种展示 就是拿着她的琵琶 带着她的琵琶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其他的世界 带着音乐去旅行 今天能不能再让我们中华琴的观众感受一下 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 各个乐团里面演奏的都是四根弦的 可是我弹的是五根弦的 为什么 因为五弦琵琶是在唐代非常盛行 它主要是在宫廷里面 那么四弦琵琶主要是在民间 那么这一个朝代 一旦失去了以后 可能这个乐器就没有了 可是为什么这把五弦琵琶 把它保留下来呢 就是因为当年中国皇帝 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 把它作为国礼送给他们 所以现在在日本郑餐院赖良 可以看到中国的十大国宝 排在第一的就是五弦琵琶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 那我就用一个琵琶来带大家 来走一下一带一路 我们先从北京出发怎么样 我们北京最有代表性的金运大谷 三行 突然想到一位琵琶是一个梨型的乐器 你看它像一个梨子一样的 我们看看后面 所有的梨型的乐器 实际上是从两河流域 传到世界上去的 所以琵琶是最能代表 一带一路的场目 传到中国叫琵琶 传到欧洲叫鲁特琴 那么传到西班牙叫吉他 所以这就是我对琵琶的诠释 你看琵琶是有四个王的乐器 琵两个王 爬两个王 阿拉伯的沃德琴 是他们叫中东乐器之王 好 我们到阿拉伯去看一下 这就是好 比较好 的 这就是我们唱什么 约来的 然后由阿拉伯 的 就是 是不是看到了沙漠和骆驼的感觉 那么还有一个文明古国就是印度 印度有两种乐器 一个叫西塔尔琴 一个叫塔布拉琴 我用一个琵琶表现两个乐器 音乐 好了 接下来再到我们邻过日本去看一下 音乐 亚洲走完了我们到欧洲去 到西班牙看看 西班牙有一种舞蹈 弗兰蒙古它有响板 到了欧美的古典吉他 还有民谣吉他 还有电吉他 这些年我们作为国人一讲到音乐 我们首先一问孩子 你们学乐器嘛 学乐器 都是钢琴 都是小提琴 没有说钢琴小提琴不好 也非常好 但是我实际上在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把老祖人东西给忘记了 这些东西一旦失传 你拿百倍的价钱都买不回来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跟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方老师今天之所以这么做是一个结果 那么一切开始的缘起和初心是什么 您当年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种做法 边说边讲边演奏 民乐是什么 它需要慢慢地批 那我就想用一个最快捷的办法 让更多人很快地去喜欢它 理解它 确实因为这些年我们的国乐有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高高在上 我们的曲子却不是很多的新的作品 大量的可能老百姓听不懂 技术性非常高 当然它这个是一种学术性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就是民间的私伙局 那我就缺少一种 怎么样地把一些特别好听的旋律 就像王金石老师的歌一样的 那么深入人心 我就大量地做这样的 包括我最近谈了一首《易江南》 是参加一个地方的春晚 没想到我有一天打开网络一看 有近万条的留言 既然没有一条喷的 这个是很难得的 可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很多海外的华侨 听到这一首曲子说 我该回家了 我该清门应该扫墓了 我该去跟家人团聚了 我该吃回我家乡的那一口饭菜了 还有一个朋友说 之前我看过您的曲子 听过您的曲子以后 我就打算回家 现在我第二次听的曲子 我已经享受我田园般的生活 就是一首好的音乐 能打动千千万万的人 特别是海外的赤词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国乐的魅力 其实我们一般觉得在舞台上 特别是演奏民族乐器的 都是古道先锋的那种艺术家 那您做了哪些放下身段 来发展音乐的事情 经常我跟一些年轻的歌手 是流行的也好 是民族的也好 他们要我给他伴奏 我也去 没问题 最近很多的流行的 包括一些大型的晚会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需要 只要别人需要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 要以往的话 我们肯定想 他这个不够格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更多的去扶持年轻人 这是我们要做的作用 特别敬佩方老师 做了这么多工作 其实这个不完全就是 他出一对音乐的热爱 它是对咱们国家 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我觉得在您身上 有一个最珍贵的 就是还有一点 那就是创新 谢谢 谢谢 不敢说 这个创新表现 我觉得在精神上创新 我觉得新闻的是什么 现在上网的人 年轻人是多的 对 所以这么多的年轻人 喜欢您的国乐 这是最可贵的 我现在走的很多城市 突然就冒出年轻人 要跟我合影 我觉得很奇怪 以前是没有的 特别是很多明星在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找那些明星 因为他们出镜率比较高 那么现在突然发现了 很多年轻人来跑来找我 所以他们也给我起了很多外号 白发网红 还有琵琶金 太好了 对 因为去年在湖南卫视 我们做了一档节目 我跟一个古真演作家 我们开玩笑 他说我的古真很有历史 我说你再有历史 你也成不了金 我的琵琶能成金 你能成金吗 那今天呢 方景龙老师在我们节目的现场 跟我们讲述了很多 他跟国乐之间的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以歌传情 也要打破一个 我们以往的例子 我们要以乐传情 我们要请方景龙老师 为我们带来一首 琵琶独奏 一江南 我们掌声有请方老师登上心动舞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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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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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